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回民街的阿加西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上街一定要戴口罩 尽量少出门 今天家里边实在是没有菜了 所以就出来看看 顺便看一下这个外面的一个情况 昨天晚上看到群里号召为了防止疫情扩算 让大家先歇业 晚上已经听说有商家开始处理 为过节准备的菜了 今天我们顺着街道 看看街上的情况 了解这里情况的都知道 一年的盈亏 主要看春节 相应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也一样 今年我们国家遇到了突发情况 现在大家也都积极享用配合 大多数的商家还是放弃了营业 在这里给他们点赞 毕竟在灾难面前 我们还是要万众一心 共同功课 从新闻上看到那么多医务工作者不顾安危 逆风而行 着实令人感动 在这里希望他们平安 我们不是医务人员 我们也许做不了什么 但有的时候 不做什么也很重要 相信政府 别传谣 别信谣 别没事出去瞎逛 别添乱 相信在政府的领导下 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最近更新美食也挺尴尬的 就这样吧 武汉加油